国内目前有两种疫苗可以选择施打 随着民众希望尽快打完两剂拥有防护力 混打疫苗议题备受关注 卫福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专家经过辩论讨论 认同混打 实施方向建议先从第一到第三类打过AZ疫苗者 混打莫德纳疫苗为可行方向 ACIP的会议 第一 他们同意高端疫苗纳入COVID-19疫苗切种 公废疫苗的切种作业计划 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个 在整体在专家经过相当多的一个辩论跟讨论 他们是认同可以混打 他们是认同可以混打 但是怎么样来实施 他们可能建议就是说 在考量在第一类第三类 第二类间隔八周以上可以交替MRNA 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季大概都是AZ 所以给这样的一个混打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混打这个方向是可行的 那不过我们现在为了一起 一起作业起见 我们现在都是10到12周 那也是以10到12周第二季来做相关的规划 陈时中表示目前只是专家给予指挥中心一个方向 但实施其成尚未确定 混打的疫苗平台也需要时间规划 确保疫苗接种稳定进行 记者问郡台北报导 西红 天 November 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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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